2004年12月10日,第十届全国美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。 在原型展览大厅中,油画公棚让所有的喧嚣顿时安静下来。 与展厅中其他华美精致的作品相比,获得银奖的公棚让人感受到一种绘画技巧之外的精神悸动。 这位将普通百姓一笔笔强化在观众面前的画家,就是徐维新。 近几年,徐维新一直用超大齿幅的画面来塑造一个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。 因为齿幅的关系,他定做的大画矿通常都进不了电梯,只能人抬肩扛搬上七楼才能放进画室。 在徐维新的画室中,放满了一人多高的肖像。 从2005年开始,徐维新将自己的创作锁定在普通老百姓的塑造中。 寒指的矿工,朴实的农民,坚毅的战士,用以前重大题材或是领袖像采用的超大齿幅,全身心的创作,充满敬意的话。 在人格上,普通人和领袖都是平等的,这个呢,在我的作品当中,我是贯穿这么一个理念。 比方说矿工,比方说民工的肖像,巨大的肖像,比方说农民工,跟领袖像是一样大。 2007年的5月到6月间,徐维新的工农兵肖像画展在上海南京等地巡回展出。 他为自己的画展起了一个普通,但又绝对不同凡响的名字,劳动者之歌。 从事艺术创作三十年来,尽管他的画风在不断变化,但歌颂普通百姓赞美劳动者,却是他艺术创作中不变的主题。 新疆乌鲁木齐是徐维新出生的地方,徐维新说,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穷,甚至没有留下一张儿时的照片。 然而这个西部边陲城市却清晰地收藏了他儿时的一个梦,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,不能忘却。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,我看到有一个人在画素写,很多人围着,我觉得非常喜欢,我觉得非常神奇,我就跟着他。 他走哪儿,我走哪儿,最后呢,走到一个铁匠铺,他就拿起笔子来画,其实现在看着是叫素写。 我看还没看出来,过流了,我才发现他是从脚下开始画起,因为那个手要动嘛。 最后才把那个挥舞的锤头的胳膊,天上,这个经历啊,给我最大最大的鼓舞,我觉得美术太有美,我太喜欢了,所以从那以后,我就非常痴迷这个东西。 因为心里有,所以看得见。 今天的徐维新经常用这句话来解释自己的创作。 其实,这句话,也同样适用于他的艺术启蒙。 二十年后,当徐维新的作品一次又一次获奖,受到好评的时候,谁又能说清,二十年前的这次偶遇,对一位少年的成长,起了多大的影响。 除了自己搞创作,在学校任教的徐维新,把剩下的时间,基本都用到辅导学生的学习上来。 另外,他是学生眼中的绘画大师,然而,这位大师课外时间辅导别人绘画,却从来不收取费用。 徐维新说,这是受他第一位美术老师李大用的影响。 1972年,刚上高中的徐维新,在美术老师李大用的指导下,正式学习绘画。 整整三年,李大用利用课余时间,义务辅导着一批年轻人。 在徐维新的记忆中,艺术的启蒙,三年学习,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一瓶菜油。 我们家生活也不是很富裕,当时我母亲想了一些办法,我们就给他送一斤的菜油吧,把这个油纯洁的时候带给我们老师。 老师教我,从来不索取回报,他纯粹就是出于一种对美术的热爱。 所以后来也有人拿来费用,就是代课费,我从来不收。 因为我当时就跟他说,我说我的老师也没有收过我的费,那么我现在教孩子,只要我能够有时间教你们,我觉得我也是像我老师一样,是对美术的热爱,是对后代,后生学习美术的一种支持。 所以我到现在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的学费。 这张纸色微微发黄的素描,是徐维新第一次画石膏的习作。 徐维新在一篇文章里说,几十年后,当他突然发现这张早年的习作时,第一感觉竟然是十分惊讶。 这张今天看来不免稚嫩的习作,却记录着画家儿时的勤奋和为绘画做出的努力。 我们就每天都画,到半夜甚至就不回去,然后也没有被子,就在课桌上睡一夜,这样的。 当时因为没有零钱,也买不到东西吃,比如说晚上就是饿着肚子,就是画的量很大,画的量非常大。 后来,所以我现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,我一直在谈这个问题,就是美术早期,就是技术的时候,练技术的时候,一个相当大的量是非常重要的。 因为它技术含义就是经过反复的练习,能进步的就是技术。 徐维新后来回忆说,在最初学画的日子里,他和同学们所画的速写,常常不是计算纸张的数量,而是用秤来统计它的重量。 严格基础训练的结果,在几年后得以显现。 1978年,徐维新考入西安美术学院,几年后,他又顺利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班。 在这里,他完成了他的第一幅重要作品,《囊房》。 它是这样的,它做囊在维吾尔农村,在农村,它是一个有点近视于窜门,大家是一个party。 因为大家平时住的比较远,大家在一块,几个聚在一起打囊,就是可以拉拉家常。 所以很多人聚在一起打,很高兴,我见到我这个情况,所以我印象很深。 我想把这个维吾尔人最淳朴的,对生活的热爱,用朴素的办法,用朴素的构图,而且用一个大的场面,把它画下来。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人多聚在一起的,所以这个《囊房》的构思就是这样形成的。 没有思想上的深刻,却有形式中的唯美。 大囊妇女深邃的眼眸,健美的身姿,甜静的笑容,好似一首远离城市的边疆情歌,静静唱向在观者耳边。 这幅以形式取胜的作品,最终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展大奖,初步奠定了徐维新现实主义画家的地位。 学域高原西藏是众多画家采风的天堂,为寻求创作上的突破,1993年,毕业后在广州工作的徐维新也来到了西藏。 在金帆飘舞,色彩缤纷的蓝天白云下,徐维新的目光仍然集中在普通百姓的身上。 一年后,从西藏回到广州的画家,着手用大型油画圣地拉萨为他的西藏之行,也对他以往的创作做一个全面的纵结。 此时,现实主义油画在他的心中已有了更为深刻的含义。 画圣地拉萨的时候,我已经在起稿的时候,在动手的时候,我已经决定跟这个风景题材要说再见了。 那个画圣地拉萨整整用了两年,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告别仪式, 就是把我过去,跟我过去所有的这个风景,边疆的题材,说一个,打一个修制服。 所以画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作品,七十多个人,把我过去所有的资料都给我上了,就叫圣地拉萨。 从那以后我画了酸油。 1998年夏天,在广州美院任教的徐维新,面对闷热潮湿的空气,面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副作用环境污染,陷入了创作的思考。 他说,我深深地感受了雨,但早已没有了梦境般润雾细无声的清流,已经是浑浊的酸雨了。 经过反复斟酌修改,徐维新为这幅历史两年完成的作品,其名叫酸雨。 三十多个人物的庞大画面,在酸雨来临的时候,所有的色泽与生机顿时退去了各自的面目。 天空,衣着,雨具,以及人们的表情,全都在辉煌色中等待着,焦虑着。 为了达到肃穆与神秘的效果,徐维新运用了自己大型作品创作的核心技术,画面分成黑白灰三大块,然后再细分。 黑中再分黑白灰,白中也分黑白灰,如此类推。 只要不破坏三大块的秩序,分得越多,画面越丰富,且绝对不花不乱。 1999年,酸雨在全国第九届美展中获得同奖。 徐维新用这幅带有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品,获得了社会的认可,完成了自己现实主义绘画创作的转型。 平时的日子里,除了画画,徐维新生活中另一件重要的事,就是阅读。 他说,这是他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,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读报,现在的近视就是那时候大量阅读带来的副产品。 有时候没有电,我在哪儿看书呢?我们家蒸馒头,那个炉子,有一点光,我记得很清楚,我在那儿看西游记,六七年,六八年的时候,就把眼睛很快。 我后来发现,我怎么看不清马路对面的人的脸呢?那时候发现,净是。 后来,徐维新回顾早期的阅读时说,幸运的是我爱好阅读在先,学习绘画在后,书读得杂,加上不断迁徙,地方也走得多。 到了中年,技术以外的东西开始起作用,作品逐渐有早期唯美的边疆风情,转向了试图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。 从2005年起,徐维新开始不断走进矿山,走进建筑工地,用他的画笔为一个个真实而又不为人所知的劳动者造像。 此时,他的作品所流露的,已不是早期创作中的表面赞美歌颂,而是寄托了画家对云云众生深刻的人文关怀。 现在,比方说我画歌颂普通百姓,给普通百姓造像,这个跟以前表现普通人生活,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 以前就是没有这个百姓这个概念,就是普通生活,我要把它们表现出来好看。 那现在,情况有点不一样。 现在就是说,我觉得应该,就是歌颂他们的尊严。 以前是表层的生活,我觉得尊严方面,表现他们的尊严方面,表现他们,我对他们的尊敬方面,这一点,我觉得当时意识,主要还没有到那一步。 2003年10月,徐卫星开始创作他,艺术视角转变后的第一幅大型油画,龚鹏。 在美女画,抽象画,行为艺术铺天盖地的潮流里,徐卫星一意孤行,我行我素,在寂寞中坚守着他的创作理念。 他说,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,需要有社会良知的艺术家,创作具有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品。 相对于形式的探索,题材的选择更有意义。 以绘画,表现画家的思考和人文精神,描写社会现象,为普通的老百姓造像。 这是中国写实绘画的基本出路,也是写实画家的骄傲。